这是巴勒斯坦14个派别首次齐聚北京举行和解对话 为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宝贵希望 宣言高度赞赏中国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力结束分裂 统一巴立场所做的真诚努力 强调应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地区和国际广泛参与的 具有充分授权的国际会议 认为北京对话展现了积极和建设性的精神 同意在巴结组织这一巴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框架下 实现涵盖所有派别的民族大团结 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坚持包括约旦河西岸 耶路撒冷和加沙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完整 表示将根据巴各派共识 按照八线型基本法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 开展加沙重建 并根据通过的选举法尽快筹备并举行大选 强调根据通过的选举法采取务实举措 组建新的全国委员会 一致同意激活临时统一领导框架并机制性运行共同进行政治决策 同意成立集体性机制全面落实宣言各项条款为落实宣言设定时间表 正如王毅外长在致辞中所说 此次对话最重要的共识 就是实现所有14个派别的大和解大团结 最核心的成果就是明确巴结组织 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 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围绕加沙战后治理 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达成一致 最强烈的呼吁就是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 实现巴勒斯坦真正的独立建国 王毅外长在致辞中针对当前加沙冲突困境 提出三步走的中方倡议 第一步是推动加沙地带尽快实现全面持久可持续停火 确保人道援助和救援顺畅准入 第二步是秉持巴人治巴原则 携手推进加沙战后治理 第三步是推动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并着手落实两国方案 三步走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中国同巴勒斯坦是相互信任的好兄弟好伙伴 中方真诚期待巴勒斯坦各派在内部和解的基础上 早日实现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统一和独立建国 我们将同有关各方一道 继续为此做出不懈努力